欢迎收看今天的操盘面对面 又到了咱们的节目时间 那么我相信昨天有很多的朋友 在下午的时候应该非常开心 为什么 昨天下午我们整个上证指数创业版深圳城址 在两点以后急速拉升各大板块全线上涨 我们做了一下统计 涨停加速达到了1074家 接近于7月9号10号13号那三天的上涨的涨停板加速 而且上涨的加速也达到了这一轮去杠杆过程当中 最多的一天 那么问题来了 这到底说是因为真的我们市场由于跌出了价值之后 产生了更多的资金 对后期我们说改革也好 还是所谓的我们前期总理所提到的一些双窜 等等未来经济改革的预期的翻转 所入场甚至于强反弹甚至于翻转的 还是说只是由于我们现在市场一些传闻所导致 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其实我相信都在关注我们这两天 特别是昨天晚上发布了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传闻 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待会儿也来问问我们 专门研究筹码跟资金流的我们的王学伟 王老师 那么王老师你好 我们其实当下整个主流板块从前期有部分的七大 现在慢慢的转化到三到四个板块 而这三到四个板块 其实我从您刚才这些言语之中 我会发现好像新能源汽车是比较确定性的 新能源汽车和 因为它的业绩和它本身行业现在确实正好处于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当中 还有就是刚才跟大数据有关的 我们就把它定为叫超跌信息 为什么叫超跌信息 因为这些个股基本上都在创业板中间 我们都知道这段时间创业板是跌得最惨的 从四千年最低跌到了1779点 将近跌了2000多点就是50%以上 而很多个股有的跌了70%以上 所以我们把它定性为叫超跌信息 就基本上他们的泡沫基本上已经完毕了 没有泡沫了 您的意思就是经历过前期这样一轮大跌之后 基本上这些标的已经归到一个相对合理的 就是像我们讲全是干货了 全是干货 就是有一定价值的了 就具有价值 只要你挖掘的 对就是用我们前几年的一个角度来讲 就非常便宜了 因为我们怎么叫前几年的角度 就2013年的时候当时行情不是很好 只有结合性机会 但是 我们当时选股票的估值 假如用在当下的话也能选出很多值 但当时假如选股票的持有一到两年的话 都是涨三到五倍 现在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有可能环境发生的变化 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个3 50%或者5到70%的机会 已经很不错了 我认为 至少因为目前我们都知道 其实这一轮反弹 我们就看这个指数 其实这波指数从2850反抽 反弹到我们这个3000 最高的时候也就是3200 也就是400点左右 对对对 那么指数也就百分之二十不到的样子 其实个股其实有部分 您刚才也提到 我们随便看一下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大数据 其实近期我们会发现 整个大数据 它的这个板块一直是非常活跃的 对而且里面有很多的标的 像我们这个天机科技这种 这个应该就属于类似您所说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大数据板块里面 其中一个表现非常不错的一个标的 就是油脂主要把它相当于 也属于龙头标的 龙头标的 对对对 因为它在这之前 其实8月那波反弹 它是创办好像零涨的一个几个板块 零涨的 连续拉了好像三到四个板块 那么您认为这个板块 它后期的持续性是否会延续这样一个中线的趋势往上走呢 会有中线的趋势 但是你后面还要选择在整个行业中间真正成长的 真正成长 刚才这个天机是属于作为龙头板块 但是从也是不错 它是人气启动 它就是阻力一直在里面 但是从有可能从目前的一个基本面来看 也有部分标的比它好 但是短期走势不见得有强 我们喜欢比它好是从基本面角度 其实已经分析过有部分的标的还是值得追踪的 对 你就包括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新流言汽车走的最好的是充电桩 这个个股不见得看得非常轻 但它是龙头品种 因为它盘子比较轻 从基本面来看 我们觉得像中小板中间有一个做整车的 像多夫多 那还是不错的 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受益于里价上涨的 像002 460的干封里液 干封里液 像这个都是不错的 因为您刚才也说到 现在离资源都在涨价 对像这个都是昨天我们在早晨的时候 因为本身我们对大盘是判断 也有可能要有一个4到7天的一个回调整理 但是由于出发的一个利好 这个潜在的利好是不对称的 就是很多资金他们是知道的 我们从昨天早盘就看到新股率先启动 然后有部分超跌信息 像比较具备代表性的 包括刚才245 包括上海港联 包括300205天狱信息 早晨都是一个大单 我们讲的大单就是单笔资金都在1000到2000万 1500万左右的 有好几笔单子都在分涌往前 那我们就觉得由资金开始活跃起来 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王老师通过盘面 新能源汽车大数据 告诉我们不是让我们现在去买 而是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维度 去观察现在这样一个市场的活跃度 跟板块的持续性 以便于我们可以在未来这些板块里面 再深根细挖一些可值得操作的标的 对 对吧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看似很弱 但是我们会发现很多主流的确定性的行业 其实它还在领长于市场 那么也就代表还有部分的资金在场内活跃的操作 而且有这样一个机会 因为为什么 你毕竟基金公司它必须操作的 你拭目 所以它 没办法 它也要必须承诺出确定性的行业 那我们就看到 因为前面有七大确定性 现在的七大反而变得更小了 但是刚才说的军工 包括国企改革也有机会 但是他们因为筹码相对分散了一点 就不如前期那种一气呵成的机会 有可能是一个波段性的机会 那现在浓缩到这几个板块 而新谷它只不过是由于筹码的角度 并不是从行业的角度 那么回到行业的角度 就两大板块了 是 您说的这个很清晰 那么问题是接下去我就要问您了 您选了这么多板块 那咱怎么操作呢 第一我们就等于现在来看的话 在大盘 我们假如切到大盘的话 这里它是一个箱体 这个箱体前期高点是32550左右 那就是没有突破这个箱体 那还是属于一个底部震荡的一个格局 明白 一旦突破箱体它就属于一个右侧 可以考虑进场的一个过程 但突破箱体还有一个标准 最起码成交量你要有一个倍增 我们讲1.5倍的一个过程 那从昨天来看的话 昨天成交量大概是2800多亿 假如今天是能有一个放量突破3250 那就是一个右侧进场信号出现了 但是到目前来看 这个很难打到 而且从这个角度来 假如在没有打到之前 我们还是做一个区间震荡的一个波段 波段散发 明白 那么区间震荡这个买点 或者说我们以什么标准呢 一般刚才我们说了 就在大趋势还是一个下跌结构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要控制一个总仓 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总仓呢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涨的时候 对不对 就包括我们刚才看到 好几个非常牛的品种 无论是600 680 还是这个新股 它其实一旦跌的时候 它都是连续的一个撒跌 就在前期 所以就是在毕竟整个市场 不是非常稳定 或者还在下跌趋势中间 我们就等于介入了一个总仓位 我们建议是在三到四层之内 控制仓位 只有当这部分买进去之后 有一个百分之十几的二十的安全链之后 就是我们这部分筹码 最起码能考虑肯定盈利了 因为后面哪怕跌 我也有一个机会 只赢 然后我再假如有好的标的 我可以考虑再拿一点年轻 这样的话资金更安全 安全 首先考虑安全 是 那么再者 我们您刚才切换到分时上面 对吧 那我们在分时上面 怎么样去把握那些点位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主要是通过分时的战法去把握 因为现在第一 它就算是日线行情 它也是两三天三四天 那假如在日线指标上面 反而不是很明显 那我们只能通过分时指标 我们一般分时 比如三十分钟 六十分钟 主要就把握 一般情况下都是 因为既然确定它是一个相体震荡 没有形成突破的话 都是一个分低介入的一个过程 分低介入 分低介入 什么叫分低介入 就是当指数连续调整 十多个周期之后 就比如我们假如讲小时 有可能是八到九个周期之后 三十分钟 有可能十多个周期之后 出现了缩量之后的倍量 然后站上我们自己弄的小的均线 我们一般讲就是三周期和七周期均线 三周期七周期均线 假如出现小的一个金刹特征 又出现一个倍量站上的一个过程的话 因为原来我们讲的三金刹 就是用在分时上面也可以 但是你的尺骨周期非常短 因为有时候你比如小时 它一旦上涨的话 就上涨八到十三个小时 那就是两到三天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用很小的级别去设定它 明白了 刚才我们学伟老师 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时上面的操作细节 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有一由未尽之处 因为他提到了几个关键点 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分时级别均线的 一个周期上面的一个金刹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个我们成交量的判断 那么好 说到这里呢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学伟老师今天带给大家的一个操盘技巧 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操盘技巧 就是针对我们当下行情的一个整体的操作策略 那就目前来看的话呢 我们学伟老师也提到整个趋势 现在仍处于一个下跌的通道的过程当中 相提震荡的弱势 对吧 然后呢 整个仓位建议呢 是控制在三到四成以内 这样的话资金更安全 相对来讲 也不会失去可能存在另外的机会 就是相对主动一点 明白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关注8月26到9月9号这段区间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 在这段过程当中 您通过新能源汽车跟大数据 反映出了盘面活跃的一些主流的个股机会 一个是活跃 我们主要是通过资金嘛 发现他们是主流资金重点介入力 也就是资金介入叫声品种 比如新能源汽车板块 超跌信息服务 以及刺行股 您刚才提到 但这方面呢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是盘面里 但是盘后里 就是刚才说的 基本面一个大的行业 明白 好 第三个呢 就是操作中结合分时周期 把握波段空间 也毕竟现在相对弱势 对 那么获取空间 在操作上面 尽量可以把时间周期 放在短周期里面 对 那一般您这边也提到 可通过60分钟K线 在60分钟呢 三小时均线 以七小时均线调整出 出现金叉时考虑介入 对吧 然后再者呢 并以我们60分钟的 七小时均线 作为一个防守位 对 就是短期 一般来讲就用 因为考虑到上掌空间 不是很大嘛 就是用短期均线做 好的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待会网络接证直播时间呢 再和我们王学卫老师 细细探讨 我们的操作